方琪 自从我妈会用了朋友圈这个文章转发之后 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个差不多这样的文章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收到过 就是 13亿中国人看完都沉默了 喝完豆浆居然可以导致乳腺癌 还有 你还在这样吃吗 对 还有 震惊 已经松转 震惊 小龙虾在国外居然是用来处理尸体的 还有 马拉汤居然可以感染致命病毒 就像我这样的 就是一天三顿可能都要在外面解决 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岌岌可危 每天都活得水深火热 就好像除了在北京买一块地 自己种菜之外 我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那我跟你讲 第二天你妈妈给你发了 说震惊 你还在自己种菜吗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孙燕 是为什么朋友圈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谣言这么多 然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呢 您每天是不是也会看到大量这样的文章 应该说现在 尤其朋友圈 这当中大家传很多东西 但也应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朋友圈传的 相当多的一部分 还是与它基本的科学的事实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觉得拿不准的话 你再上网上搜一搜 基本上来讲 你会得到两个伤左的观点 或者几个观点 这当中像你这样智商的 肯定没问题 能判断哪个对哪个错了 谢谢老师啊 嗯